好啊到底今年这期间里面 你应该怎么选呢 加上现在我使用iPhone15两个月后 到底整体上我怎么推荐 大家好我是皮股爹 很多观众都很想知道 现在iPhone15推出两个月后 对比现在市场上很多的旗舰机种 到底它的规格和整体使用体验上 尤其你着重CP值的话 你应该要怎么来挑选 其实除了iPhone15系列 市场上的价格有小小折价之外呢 其他这里的机种也是有很大的价格调整 或许现在真的是对消费者很有利的市场 选择性多规格也都很棒 那我们就以实际使用体验心得来跟大家分析 几只我最推荐的手机 OK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啦那首先当然是要来讲这个iPhone15系列 那我手上这边有15 Pro Max跟15 Plus 那这两支也是我今年中年评测比对的两支 那我有很多影片 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细讲一下 以下市场上的价格我怎么去看 那大家应该知道啦在15 Pro Max来讲 今年使用的A17处理器 现在M3推出之后你在看款你会发现说 A17 Pro处理器好像比较是为了这个笔电 或是他们未来的电脑系统去设计 所以在电脑上有很好的散热 跟很好的电池这个机壳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自成的处理器 它怎么去发挥到它的极限 而且表现是非常的好 但是一样的东西放在这个小手机上面 然后加上它的散热空间 还有散热的这个设计没有去加强的时候 其实在使用上的体验是会有点差 不管是影响到它的稳定性或它的续航力 所以今年的iPhone 15 Pro系列来讲 我个人虽然是没有那么推荐 但是也是看你自己的使用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就来看这支15 Pro Max来讲 现在因为它的起始空间是定在256GB 你没有128的可以选择 所以它的价格除了原色钛金属之外 都是42,990元 大概43,000左右 原色钛金属的话是4万4千块 以这个价格来讲 如果你很在意这个处理器的效能 或是稳定性或续航力 你也很常使用拍照跟录影的话 尤其像我们坐在台湾有时候 外面天气比较热的这些情况下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体验上会稍微差一点 如果说今天不管说它价格稍微低一点 或是说i17 Pro的处理器表现更稳定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价格会相对还OK可以去接受 但是如果看回来的话 现在另一支就是iPhone 15 Plus 因为它有让你选择了 128或是256或是512 我们看256先看一样的 它是3万4千大概3万5千块左右 这一次iPhone 15 Plus是我实际使用体验下来 我觉得对比15 Pro跟Pro Max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支 虽然里面使用的A16处理器是去年的 我去年对这颗的处理器评价也相对没有比A15好 但是今年对比A17 Pro之后 它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稳定的一支 那就加上这次在15 Plus 其实它对这颗处理器的效能有相对去做一点点的压制 所以整体的续航力表现还有稳定性也不会太差 如果你今天选择手机 就是说你已经被绑在苹果生态链里面 就是你有AirPods 你有iPad 你有Mac 那你很习惯这种不管是AirDrop 或是这种接力的工作流的这种方式 那我觉得当然你也只能选择苹果的手机 如果你没有很在意这个5倍长焦镜 或是水显萤幕这些功能 你觉得用不太到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这支15 Plus 是我今年最推荐的iPhone 对比先前的数字系列 它可能有一个近拍上面的问题 那今年他们升级到这颗4800万画素之后 它可以用数位裁切的方式给你一个两倍镜 还是有1200万画素 那这个你不论是要近拍 或是你平常要拍15 对比先前的数字系列来讲 它都有这个选择 那你在4800万画素的这个感光元件 你也可以选择说你要用2400万 1300万或4800万去拍摄 所以今年的iPhone 15系列来讲 我觉得15 Plus算是蛮有诚意的升级 然后又考量到它的价格来讲 你今天要向下选 你可以选到128 那它的起价就是31500 如果你也要在苹果生态系里面 有很多其他的产品 那或许有时候处理器这些效能 比较真正需要工作这些生产力的部分 你可能放在Mac上面 或在你的iPad Pro上面 手机本身是不是要买到最顶规的 这个我觉得感觉就还好 那如果你是重度手游者的话 那当然如果你要玩到那些3A大做什么的话 那当然啦 今年你可能也要用到A17 Pro的处理器 才能玩到这些 但是如果只是一般其他任何的手游的话 甚至原神啊这些什么的话 我觉得其实在iPhone 15 Plus上面的表现 都算是非常的好 那你失去的就是最期间的相机 随显萤幕120Hz 还有它新的这个动作按钮 但我觉得这些相对来讲 你省1万多块下来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钱花在其他更有意义的地方上面 OK 那再来如果你今天的选择 就是说你没有被绑在生态系里面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换其他厂牌 你也没有用AirPods 没有用iPad 你没有习惯那种工作流的方式 或是你可能使用的是PC电脑的话 你可以选择Android手机 那我觉得它选择性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价格区间 大家也会看到有非常大的差距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觉得算是Android今年的 应该是机皇啦 也不只我讲 应该很多人都会统一这一点 那就是三星的S23 Ultra 这一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 更加的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看 它256GB的价格 只要2万9千元不到 就2万9我们就讲2万9 那任何颜色都可以选 那你即使到了512的话 它就是3万3左右 那你以一个2万9千元买到这个机皇 它里面也是使用8Gen2的处理器 还有它的镜头不管主镜头啊 它的长焦镜头 还有一个10倍的长焦镜头在里面 那三星相机的表现 当然这边可能很主观 但是以我们做盲测来讲呢 它在拍人像还有拍实物的时候 它的橙色都是非常讨喜 那很多人投票也都是会投给三星 那这边当然每个人的观点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看看照片 看你们觉得说这样拍出来的成像 你们喜不喜欢 我们就先讲我自己使用的体验来讲 到现在应该有八九个月了 刚好也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去韩国 那大家记得韩国今年也是非常的热 有好像几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 那我们去韩国的时间也差不多在那个前后 我们要跑非常多行程 然后要拍Vlog 所以我们当初有这一台相机去做拍摄 还有这一支手机去接我们的稳定器去做拍摄 那其实当下我们有保留我们的相机 因为我们只有带两颗电池 那在天气热的时候 它电池的电量会掉的比较快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拍Vlog 中间做记录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S23 Ultra 加上我们的稳定器去拍摄 很多场景我们都在户外这样拍 然后也是非常的热 整个过程下来我们也没有碰到它热档 或者是叫你要停止拍摄要散热什么等等 那我觉得也是归功于它的散热设计 跟它里面的这个8Gen2高通的处理器 它整个使用的体验下来是非常的稳定 那我们再来讲续航力的地方 它里面的电池非常的大颗 对比iPhone来讲 如果是两支同时在跑一个App 从头一直跑到尾跑到尾的话 那可能它们续航力会差不多 或者说iPhone可能稍微好一点 但是那样测试有一个没有办法测试到的点 就是它待机的时候的续航力 那我们实际使用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也不只说S23 Ultra 应该说任何使用8Gen2处理器的手机 它在待机时候的续航力都是非常的优异 所以这个在我们一般正常的实际使用情况 我们有时候用下手机放下来 工作的时候放下来 我们可能就是用电脑 那这样一整天下来加加减减 其实它所剩的电力都会比iPhone还要多 所以其实反而用这支 我有时候可以到两天一充或是一天半一充 那在iPhone不管是15 Pro Max 或是14 Pro Max来讲 我都没有办法 基本上用到当天晚上的时候 都可能剩下20几% 我们又考量到它待机续航力没有那么好 我就不太可能不去充它 因为可能睡觉起来它又掉了10%的话 那这种时候我基本上我一定要一天一充 所以考量到它现在这个价格 很多观众都会问我说 那我推荐iPhone 15 Plus 作为今年最推荐的iPhone手机 那如果它们这个价格相比的话 好像S23 Ultra它在规格上面又更好 然后价格又更低的情况下 我要怎么去推荐它 那这边其实也是回到说 你有没有绑在生态的链里面 如果你没有绑在生态链里面 其实你的选择就非常非常多嘛 大家去思考这一点 就是你在生态链里面 如果你不能放弃那些生态链的方便性来讲 但你没有选择 你就是Supro Plus或Supro Max 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 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Android手机里面 这一支的CP值 应该很难有手机可以去打败它 那我也知道明年S24 Ultra会出 现在这个当下这个时间点 我会还推荐去买现有的S23 Ultra 那通常我会推荐买新不买旧 或者说差几个月时间就去等它 但是通常是在iPhone的情况下 因为iPhone我们看到 即使是在快要出的前一两个月 它不太可能折到一万多块 对不对 iPhone过往的网利 它的折价的空间是很有限 所以在只差可能两三千块的情况下 我会说差两个月 差三个月 或是几个月它就有新的iPhone要出 那你可能就等一下 但是这一支如果说 它折一万多块的情况下 它说本来原价是40,900 现在折了一万两千元的情况下 即使三个月后S24 Ultra推出来 它也是四万多的起跳嘛 那可能一开始预购的会送你一些东西 那可能相对折下来 大概可能三万七三万趴 对比现在这支还是差一万多块 那或是说你现在就刚好要换手机的话 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CP值 我觉得就像我刚讲的 是很难有手机可以抵过它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看小手机 有人说我就是想要比较小的手机 想要轻巧 想要它的功能性什么 基本上都有续航力好 然后可以单手操作 因为小手机在目前的市场上来讲 算是比较劣势 应该说以iPhone来讲它蛮有mini 但是在14系列之后 它们就取消掉mini这一款 所以你要小手机的选择的话 市场上其实就算在Android市场里面也不多 那我觉得华硕他们就是有点 看到市场的缺口 他们就想说没有人要做小型旗舰手机 那我们就来做 那大家来看这支华硕的ZenF10 它一二八起跳 它的价格只要一万八千五 一万八千五就两万块不到 这个是iPhone SE的价格 但是你以为说是不是代表说 它这样里面处理器就投掉 没有它也是用8Gen2的处理器 那这个处理器我刚讲的有点就是说 它非常稳定 然后它的热能控制非常好 然后它的续航力 在待机的时候续航力非常好 整体使用体验下来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器 那华硕选择这一颗处理器 旗舰型的处理器放在它们小型手机里面 那同时它们里面的电池的容量 还是有4300mAh 我自己使用的体验下来就是说 可能也受惠于它的萤幕比较小的情况 所以这样一来一往 手机比较小 萤幕比较小 相对比较不好练 因为有4300mAh的大电池 然后配上8Gen2的处理器 它续航力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同时这也是上次观众提醒我 它也可以拍摄是K120的慢动作 那它主镜头一样可以用这种 像素裁切的方式去做这种两倍的变焦 就是超广角主镜头 然后用裁切主镜头中间段的方式 去达到这个两倍变焦 所以使用上的体验 我觉得在相机上面会非常的类似 然后它的价格只要18500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能不能跳出生态链 你要旗舰级3万块不到了你也有 然后你要有旗舰处理器 那其他功能你没有那么要求 那但是你很在意稳定性跟续航力 你要2万块不到选择你也有 那另外看起来的话 它即使到256GB的话 它的价格是也不到2万块 19300 512就比较贵 就要到2万 那这个当然它里面还有记忆体的差别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买小手机 你就是基本上想要方便携带 随时拍照的时候它有很好的效果 然后稳定的处理器好的续航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不管买128 这种时候我可能会想买256 加800块你就有多一倍的容量 你比较常拍照跟录影的话 这台Zenfone它在这些功能性的设计上面 它也有把很多这些专位拍照 或是录影的这些情境考量进去 像旁边的音量键你可以直接按 它就可以进行拍照 它就直接连拍三张 那或者是它的录影的部分 它这次的六轴防手震又是在更加进一步 那我有做一支开箱影片大家也可以去看 所以以这个价格来讲 真的也是非常难不推荐 那就是可能一CP值来看的话真的是超级高CP值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到Google Pixel 8 Pro 那这次我有开箱过 大家会去看到Pixel的手机 大家应该都会知道说 Pixel手机一贯以来 它在处理器的效能上面 都不是他们最注重的地方 那这个也不是说今年8 Pro才这样 这个一直以来他们比较注重的就是 它的相机还有它这些AI演算法这些功能 那这个从很久以前 他们的惯例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他们现在出到8 Pro 就是有一个比较旗舰型的这个机种 那我觉得它在加强的部分也是在它的相机 那这个也满保留Pixel一贯的传统 那我们先讲劣势 当然它的处理器 如果你今天就是要玩到很强效的这些手游 什么这些的话 你很在意处理器的效能 那当然Google Pixel从来就不是针对那个部分 如果那个部分你不在意 你就是最在意它相机的表现 你想要拍美照 你喜欢它的相机演算法拍摄出来的肤色 那或是说玩它这些AI相机 新提供给你的功能的话 那其实Google都有保留这些功能 在他们自己家的Pixel手机上面 同时它里面使用的Android系统是原生Android的系统 所以今天不管是说它界面可能干净程度 这就看个人的偏好 那或者是说他们Android系统在推出更新的时候 都会是Pixel的手机优先先拿到 那Pixel 8 Pro的话 现在的价格是128 Diabite的话是31,000左右 那256的话是32,900 那现在这个价格当然是3万出头 那其实在刚开始刚出预购的期间 它是有送Pixel手表 所以在当初那个当下有预购的人 我觉得它的DL真的非常好 因为手表要价 它好像连LTE的都是直接送给你 所以折下来的话这支手机大概就是2万出头左右 所以在当初那个预购的当下 如果有买到的话我觉得是超级高CP值 以2万出头拿到Pixel 8 Pro的手机来讲 那个应该是很难有对手啦 它的相机它的AI功能 一直都是有它一个独特的族群非常喜欢的 还有它简洁的界面 那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个完整的开箱评测 大家也可以去看去思考一下 到底Pixel系列的手机是不是适合你 好那下个我们就来看Sony的系列 那这个Xperia 5 Mark 5我有大致上使用一下 那因为在这个通讯行的网站 没有标出它的价格 那我就来摸摸看 它是大概3万1左右 那以这个价格 它里面的处理器是高通的拔拳2 就是旗舰处理器 很多Android的旗舰机都是用这颗处理器 那这颗处理器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光这颗处理器的评测来讲 它我觉得是今年最稳定 然后续航最好 然后最不会发热的一颗处理器 所以基本上在Android系列里面 任何使用这颗处理器的机种 我都算蛮推荐的 那这一支5 Mark 5它的主镜头是使用 跟它更旗舰级的这个1 Mark 5 一样的主镜头 那同时它有4K120的这个拍摄 那以上一的价格来讲 用到旗舰处理器我觉得 但是非常的推荐 非常高CP 但是你看到这个1 Mark 5 那这一支是我有比较长时间使用的手机 那就是我暑假去日本的时候 暑假日本很热 大家应该记得 我用这一支来拍Vlog 我那时候去拍摄 我来卡Q3的那支影片 那我很多都是直接拿这支手机来做记录 那甚至是那些片花 用4K120都是用这支手机拍 在这种大热天拍摄影片 然后用这支手机 我完全没有碰到任何的热档 或是跟我说 你现在要停止录影的这些情况 那这次非常的惊讶 因为今年夏天日本真的非常热 当然也要归功于这次的 把Gen2的处理器 它真的是非常的稳 那大家看到现在的价格 它其实起始价格 31500就是给你256GB 那你要再上去到512的话 它也是大概35000以下 那这次我就觉得超级 超级高CP 那我个人觉得 Sony 的相机拍摄出来的成像 应该是算现在的时代来讲 它在没有太多演算法介入的情况下 它又把肤色调得非常好看 那这个就是个人的偏好 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拍出来 拍人像出来的色调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 我们先前有拍摄的这些照片 那更尤其如果你是喜欢玩相机的人 它里面的不管是相机或摄影app 都有非常多专业微调的模式让你选择 那同时这次One Mark 5 呢 它还多了一个长焦镜头 那它这颗长焦镜头是有光学变焦的这个镜头在里面 实际是在光学里面可以去做两个焦距的调整 这个我觉得也是以现在当今旗舰体手机来讲 也是只有Sony 系列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爱玩摄影的人就可以考虑这一台 我们今天讲到的手机就是 我有实际使用一段时间 然后也实际做比对 然后测试它的表现的这些手机 那在建议上面大家也非常清楚 就是分成你如果苹果生态链里面的话 我比较推荐的可能就是iPhone 15 Plus 那如果你是跨生态系 你没有一定要绑在苹果生态链里面的话 其实选择超级多 那其实在Android 系统里面它每个厂牌的话 它们针对的点比较喜欢跟突出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选 它的价格都算是非常的漂亮 那大家就可以再去参考这些部分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想法想要分享的 或今天讲到这些手机 因为Android 有很多厂牌啦 那很多其实我也没有用过 就只有挑我用过实际体验的跟大家分享 那你们有其他的建议想要推荐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像到这边 我是苹果爹 我们下这边见 Bye 我的天啊 啊 поч生日我的天? 谈灵 开 NO 最终的 你 说